我心里心思那天发早了 今天不够结婚那天吗 这不是结婚这天咋又早了呢 我说那啥时候发 他说一会儿您二老坐在这 他们俩得给你们行礼 然后得嘱咐几句话 然后再发红包 这个也记住了 红包装兜里了 那就等着安排我们坐着吧 坐着以后吧 实际我心里在嘀咕什么 别忘了发红包 别忘了发 完了他俩站在我们面前 行礼 我先赶快行礼把这红包发 我这一个任务我就完成了 就没我事了 我好轻松 就这样 这把把红包递出去了 我先去玩了呗 你思议说 老人家还得嘱咐嘱咐 讲讲话 我没准备呀 我心里话不就告诉我发红包吗 这啥还有讲话呢 这我讲啥呢 反正也没经过大脑思考 没有那多人都搁那围着 那我就站进来就说吧 我现在我都记不起来 我当时我记住 我说三条 我四条 其中有一条 我就告诉他们 不管你们将来是富有 还是贫穷 你们都要好好念佛 学佛 富有了 不要张狂 贫穷了 要耐得住清贫和寂寞 好像中心有一个题目是这个 还有两条 我记不住了 说完了以后 那私仪说 我当了这么多年私仪 主持了这么多婚礼 没看见谁家老人在儿女结婚的时候 是这样的演说 我非常感动 我信话 你感动就行 就这么点 就把这个事 就过去了 再说 结婚那天 非得是摆桌 他们家摆 南方家摆 说你们女方家的亲戚 你可以一起来 我行 我可省事了 这事我可不会张了 那我就去说 给那个娘家留几座 我说几座都行 我没通知谁 我真没通知谁 我这个事 我从来不会发通知 说我家还要结婚了 这我不会 佛有可能就三四个知道的 完了你再说结婚这天呢 我那个 卖生女的小姑娘 三岁 也去了 小脸胖都多了 这不坐那吃饭吗 这不得敬酒吗 敬酒的时候 到他们那桌敬了 你说这个孩子 说的是啥呀 说 他才长得这么丑 白瞎我大姨 眼泪形色 这孩子能说的最坏呀 完了弄的他妈只捅的 这掐的 童年无际嘛 是不是 头一会儿看见这大姨 你不擅长 你说有没有意思 所以我说关于婚姻的问题吧 如果这个问题 我要回答的 你不满意 咱们可以再商讨 是不是 但是我就想 我作为老人 我家孩子结婚晚 或者他不找对象 甚至他都要出家 我全赞成 我没有一个反对的 我就是说 个人有个人的姻缘 是不是 你这一生有这个姻缘 你要结婚 那你就结婚 那不反对 如果你没有这个姻缘 你要多生一辈子 那也不反对 如果姻缘成熟了 你要出家 我赞成 我就是这种态度 所以我 我妹 妹把头都抽白 我头发白了是遗传 不是丑的 所以 如果这父母能看着我这张光碟 我想对他有多少有点启发 是不是 作为孩子本身 你自己的事你自己做主 是不是 姻缘成熟了 你该成家你就成家 没有这个姻缘 婚姻问题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不要凑合 不要对付 一旦你婚姻问题真是凑合了 对付了 结婚以后 发现对方 这不太合适 那不太合适 你会很苦恼的 因为你后半生还有好长一段路 是不是 还是把自己 怎么轻松 怎么潇洒 你就怎么办 妇女的工作可以做 如果生活当中 你碰到了一个如意郎君 那你想感谢佛菩萨赐给你的